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测不准 我记得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苏联解体对整个美国或者整个西方的所谓的苏维埃学 或者叫做苏联学的一个巨大冲击 因为由于冷战的原因 这个西方国家对苏维埃学或者我们叫苏联学 有的地方也叫斯拉夫学 总而言之是差不多了 就研究苏联的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也有非常庞大的队伍 但是对苏联解体似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得出来 当然有很多人都说他肯定是要完蛋的 但是也基本上都是做 基本上是做一种争议战胜邪恶这一类的道德判断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有根据的去判断这个事 甚至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人 那个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亨廷顿 亨廷顿呢他的名气非常大 他后来他写的书啊 我觉得也有越来越水的趋势 就是实际上他晚期的一些著作 是不怎么样的 但他的成名作应该是他的影响最大的 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什么变动社会的什么政治秩序 在这篇文章中 他就明确地定义苏联这个体制 是一种现代化的体制 现代化的体制就是理性的体制 当然这个理性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性 不包括价值观上的含义 他说这种体制的特点就是非常稳定 他把苏联体制和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非洲有很多专制国家 经常会发生政变啊 什么什么 什么军人政府啊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做了一个很严格的划分 说那些国家都 他们的政治都不是现代化的 因此很不稳定 那苏联的政治是很现代化的一个 尽管它和民主政治有很多区别 但是他认为那也是非常稳定的一种政治 结果 这个91年以后他就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的确是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 像这种国家向何处去 是吧 这个人们基于价值观 当然可以对他有各种各样的预期 但是如果真正 从所谓的社会科学 价值中立的角度讲 这些国家到底 他们的未来能不能预测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 我今天的讲话就是说 就是认为 这种体制的未来是不太可以预测的 某一种变化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 它有可能 它完全有可能 出乎人们预料的在明天发生 但也有可能 很多人都预料它会如何如何的 它就是不发生 这个不是偶然 这种体制开始以来就存在的一个现象 它不仅比民主政治更难预测 比其他的专制政治也更难预测 这是我的大致的一个想法 好的 行 那我们基本上了解了 那秦桧老师 那我们就开始您的讲座 好的 今天我们来讲苏联是国家的测不准定理 当然 这里头涉及到很多 大家可能都关心的问题 比如说 就和我上次讲的那个什么 俄乌战争的走向 有关 很多人就是总是希望 学者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 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 当然了我这里话又说回来 这个我现在并不认为普京 尽管他也是个独裁者 我并不认为他现在的苏联是一个 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苏联式国家 普京自己也坚决反对这种说法 是吧 普京 他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他要是什么继承人的话 他很明显的愿意表现出他是沙皇的继承人 而不是共产党的继承人 所以普京这个体制倒并不见得是我讲的苏联式国家 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很引人关注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的苏联式国家 而且不是苏联式 像普京俄罗斯也是受到苏联传统的影响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就想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式 给大家谈一谈我的感想 首先我就要讲到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这个苏联1991年发生巨变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谈 这个巨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巨变的 当然你说我这里讲的不是指的什么 是他的社会根源 体制弊病 这种制度分析方面的原因 我只是就叙事方面 是吧 就是说谁开始了这个变革 那么戈尔巴乔夫当然不会是头一个 以往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赫鲁晓夫 不管是肯定的说赫鲁晓夫开创了一个解冻时代 还是否定的说赫鲁晓夫是 就像中国人当初论战一样 说他是修正主义的鼻祖 那总而言之 他那个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是爆炸性的 对于这个体制来讲影响巨大 而且这个影响说实在的 我想就连赫鲁晓夫自己也没有充分估计到 因为从后来的种种迹象 包括赫鲁晓夫一直到临时的自白 其实都已经体现了 赫鲁晓夫自己其实是并不希望苏联倒掉的 他也没有预料到苏联会倒掉 或者这个倒掉跟他的那个作为有什么关系 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以后越来越多的那个档案的公布 我们发现这个苏联的解体真的是比我们原来 苏联的解体过程 我这里指的是宏观的过程 真的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戏剧化的多 现在看起来第一个搞非斯大林化探险的人 其实根本就不是赫鲁晓夫 而是谁呢 虽然档案公布已经有几十年 但是至少在中国我想很多人都还没有想到 这个人就是经常被认为是最可怕的斯大林分子的 长期以来在苏联秘密警察投资 拉弗莲基贝利亚 就是贝利亚 那么我们知道贝利亚并不是一个大家陌生的人 他被抓的消息当时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大家可能知道他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三个月 就被在一场瑞士宫廷政变的时候 总就被抓了 他被抓的时候 苏联国内很多人可能是松了一口气 西方各国 其实也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他被抓的没过几天 他就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 这幅画对他仍然是持一种非常否定的态度的 大家注意到这幅画仍然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可怕的秘密警察头子 是吧 这幅画 他的画像旁边有个红五角星 红五角星中间有一只眼睛 那当然那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凶恶的特务 是吧 就是用眼睛瞪着所有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让苏联人 乃至苏联以外的人听了都为之变色的 他一直是搞这个秘密警察的 他早年是当过苏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外高加索地区 他本人和斯大林一样都是格鲁吉亚人 当然是所谓的格鲁吉亚裔的规划人 对吧 就是他们都都是 虽然是格鲁吉亚人 但是镇压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比谁都狠 是吧 属于那种比俄罗斯人还更狂热的 那个那个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是吧 他多年担任外高加索的政治保卫领导 就是特务头子了 到了1938年 他成为斯大林亲命的传输的 俗反的领导人 就是内务人民委员 是吧 就是那个uncaved 是吧 而且这个职务只有他一个人担得非常久 从1938年一直当到斯大林市 一直当到他倒台 他被捕被处决 是吧 从1938年一直到1953年6月 他前后一共当了15年的职务 我们知道苏联有这个政治特务这个机构啊 以来换过很多领导人 这个 这个 这个部门本来也是比较民 比较危险的一个部门 不是深得信任的人 是不会被任命到这个位置去 而且你被任命到这个位置去以后 假如你因为他知道的太多嘛 是吧 也很容易就被 是吧 在他杀了一批人以后就被杀了 是吧 我们知道 在他 这一个历任的这个位置上的人 当然 这个机构有很多名字 是吧 大家知道最早叫 七卡 就是苏联反革命和代工委员会 是吧 后来叫做国家政治保卫局 或者叫格伯乌 是吧 后来又叫克格伯 又叫那个格鲁乌 等等等等 是吧 叫做MUG 等等 是吧 而且他有的时候会分开 叫做 比如说分开叫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一个负责国内的 一个负责国外的 但是有的时候又合在一起 但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机构历任的领导人 都没有像贝利亚那样 深受信任 任职的时间那么长 达15年之久 是吧 他的第一任接任司机 是死在这个位置上的 只当了三年 是吧 以后他的继任人 名人司机是个波兰人 他是当的比较长的 当了八年 是吧 后来的两个人 雅各达和叶若夫 分别都只当了两年 和两年不到 但是到了贝利亚 他就当了很长 是吧 就可见史大林 对他是非常信任的 从1938年 一直当到死 等于是 是吧 当到1953年6月 那么 由于他是史大林 最信任的人 因此他除了是 避密警察头子以外 他还是整个苏联党和国家的 最高级的领导人之一 在史大林生前 他已经拥有了非常 高的地位 他不仅是特务投资 而且是掌管整个苏联国防工业 大家知道苏联的经济 基本上就是以国防工业为主的 管国防工业的人实际上就是 也就管了苏联的经济 是吧 包括苏联 搞原子弹 轻弹 什么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两弹一芯 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搞的 那么史大林去世的时候 他已经是 第一副总理 是吧 就是那个 但是实际权力 说实在比第一副总理 要 要更大 史大林死的当天 当时苏联 那个几个领导人 就组成了一个班子 是吧 那么他就 以第一副总理 政治局排名第二 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而且当即 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苏联的领导人 在场的领导人 就在史大林的遗体面前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国家所有的安全部门都合并 就是当时 就是有国家安全部 有内务部 合并成一个 权力无比大的 一个一个总的内务部 或者叫新内务部 并且就是由贝利亚来统领的 是吧 这个时候 他的权力似乎是 无比的大 而且也是史大林 那个生前 最信任的人 但是仅仅三个多月以后 史大林3月5号时 6月26号 他就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捕了 而且很快就被处决 处决他的 我这里讲的不是下命令的人 而是亲自开枪的人 居然是一个苏联元帅 就是那个巴基茨吉 是一个元帅亲自开枪 把他给枪毙的 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被枪毙的呢 从他被枪毙以后 人们都认为他是作为强硬的史大林分子 尤其是一个人人都恐惧的一个特务 这样的一个角色被干掉的 那么文革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中国的人写文章说 赫鲁晓夫反史大林 蓄谋已久 是吧 说他的第一件 第一个阴谋就是在赫鲁晓夫 就是在史大林死了以后不久 就干掉了赫鲁晓夫 不 史大林最忠实的警卫者 就是贝利亚 赫鲁晓夫干掉贝利亚 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阴谋的第一步 甚至在文革以后 仍然有人把史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倒台 与毛泽东死后四人帮的倒台相提并论 是吧 我们知道毛泽东死了 死了以后一个月 就发生了那个毛泽东的几个最亲密的人 就是所谓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事件 而史大林也是死了以后三个月就发生了 这个贝利亚就出事了 是吧 也就是说这些人看来 在这些人看来贝利亚似乎和所谓的四人帮一样 都是前领导人的心服 但是 实际上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 苏联的档案公开以后 人们大吃一惊 人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贝利亚正是史大林死后 第一个要搞非史大林化改革的人 而且幅度之大 令人吃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苏联档案公布的史大林死以后 在那三个月内他干的一些事 是吧 史大林是3月5号死的 仅仅8天以后 3月13号 贝利亚就发布了 关于成立侦查小组重新审理特大案件 实际上就是平反冤假出案 是吧 的决定 关于成立苏联公民被强制牵出 格鲁吉亚案件的审理委员会 而且释放了几个 史大林最后抓起来的人 其中就包括 那个摩洛托夫的夫人 就是摩洛托夫 她是一个犹太人 是吧 史大林死前 抓了很多人 是吧 其中把她的一些亲信的亲人 也给抓起来了 是吧 她的这些亲信吧 那么这些人在史大林死以后 就被放掉了 那么被放掉 如果只是放了他们 那很可能是贝利亚 只是要讨好她的同僚 是吧 因为她当然也知道 这些人是可靠的 不会是什么 像贝利亚这些人 都是当时苏联最高层的人 而且也是贝利亚的同志 是吧 如果说史大林死了以后 只是放了这些人 问题并不是太大 但是仅仅四天以后 她就又发了一个命令 又发了一个报告 叫做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 一些单位的报告 从这个时候开始 她就主张把苏联的劳改系统 从秘密警察部门 转到正常的司法部门 这个对于苏联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大家知道 苏联的那个所谓的古拉格群岛 她交了一份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 还有 她开始在苏联军内和国防工业系统内搞大平反 就是把斯大林抓的很多人都给重新审查 是吧 她在这个 那个 那个 过了几天 在3月25号 她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 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 并且开始了市场化的尝试和机构改革 她把斯大林清定的很多大规模基建项目被认为是在经济上不可行的 但是谁都不敢讲 其中就包括斯大林在的时候宣传的很厉害的 就是北极铁路 就是就是撒利哈尔德的伊加尔卡铁路 那是用劳改犯修的很重要的古拉格工程 是吧 是斯大林死前被宣传为什么共产主义建设的化时代项目的 所谓的北极铁路 还包括土空曼运河等等等等 一下子搞了几十个项目 斯大林亲自决定要上马的 结果被贝利亚就一风吹了 而且她把其余的这些项目 其余的工业企业原来都是内务部用劳改犯来做的 一部分就撤销了 另一部分就划归了各个经济部 当做民营经济来处理 不是当做那个民用经济来处理 就是从这个国防工业中剥离了 是吧 那么很快她就开始宣布 颁布提出那个所谓的关于重新审理控告 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件的命令 就是斯大林死前认为苏联的空军和航空工业有很多敌人 是吧 又搞了一场书反 那么她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很快就开始对斯大林晚年搞的医生案件 明格列尔案件就是关于那个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一个案件 是吧 列宁格勒案件 实际上就是可能大家知道 当涉及到苏联纪委主任 苏联的那个纪委主任 原来是列宁格勒的第一书记 就是那个奥斯捏仙司机 是吧 这个事件枪毙了一大批人 是吧 对列宁格勒案件 对苏联反游 就是对那个苏联二战时期有一个犹太人组织 叫做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二战刚刚一结束 就说这个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 是一个犹太复活主义组织 是吧 然后就把这个组织给清洗了 然后贝利亚马上就宣布对这些重大案件进行平反 并且把反对平反的一批人给撤了职 其中包括前国安部长 这个前国安部长 伊格纳杰夫 由于他在斯大林时代贡献很大 所以在斯大林刚一去世 这些人在斯大林 那个遗体前 诅咒发誓 要继承他的遗志的时候 就把这个人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 是吧 但是一个月以后就被贝利亚给 给搞下去了 那么他更为惊人的就是 大幅度削减格伯乌和古拉格的职能 3月26日他提供了关于实行大赦 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28日号又提供了 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 要把劳改营和劳改队 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很快又下令关闭关闭了一大批 劳改集中营 并且规定一般居留期不得超过五年 儿童怀孕妇女和老人 绝症患者都要立即释放 据说涉及到一百万以上的犯人 他这个动作很大 当时因为释放了很多的犯人 导致莫斯科这些地方的治安都出现一些问题 而他又反过来以这些问题为理由 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特别警察部队 据说是为了应付这个治安事件的 这个特别警察部队就被认为 后来他被枪毙的时候 就说是他的一个私人武装 就是反正是到了4月4号 贝利亚又发布了一个 说实在的对于人权而言 具有重大意义的几个命令 你听听这个命令就很让人惊讶 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 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 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 牵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等等 就是说苏联时期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然后到了5月20号 他就提出在苏联改革中 实际上一直到最后都是很敏感的一件事 就是苏联镇压各个民族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 5月22号他提交 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 存在的缺点的意见书 实际上就是俗情民族主义 在他看来是扩大化了 就是说在同民族主义斗争中存在的缺点 到了6月15号 他又提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 然后为苏共中央因为他也是苏共政治局常委嘛 他本身也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 虽然不是第一书记 然后就提供了一个草案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等等 总体就是要把这个格伯乌和古拉格 就是苏联的秘密警察系统 变成一个精干的只是对外的反间谍机构 就是把他对内的那些监督苏联人打压反对派 就是这种 就是类似于锦衣卫东西厂那样的那个职能 都给剥离出来 他还是要强化安全系统 但是他要把安全系统变成一个反间谍机构 那么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贝利亚当时提出 我这里要讲这都不是什么 虽然苏联一般的老百姓都不知道 但是他的同志们都是知道的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贝利亚一个人的阴谋 而是他在联共部最高层中公开提出来的主张 就是贝利亚提出要改变外交政策和西方搞缓和 第一步他要求恢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大家知道这是1948年 苏南决裂导致了东欧国家发生大规模的疏反 杀了几十万的铁托分子 而且这个南斯拉夫和苏联彻底就闹崩了 那么贝利亚说我应该恢复苏南关系 而且他说为了保险起见 可以先通过内务部渠道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 后来他被捕以后搜查他的办公室 发现了一份自当时南斯拉夫第三把手 南科维奇的一封信 南科维奇后来被铁托整掉了 他是大家知道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 就是塞尔维亚的第一把手 那么他在信中贝利亚表示 可以举行一次他与铁托的秘密高级会晤 地点可以是莫斯科 也可以是贝尔格莱德 大家知道苏南关系最后是赫鲁晓夫恢复的 但是实际上在赫鲁晓夫之前 贝利亚就想干这个事 他甚至还考虑寄予波罗的海三国 也就是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大家知道这三个国家是苏联最晚吞并的 也是离心倾向最大的三个国家 现在这三个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 当时贝利亚就提出1940年吞并这三个国家有点过急 他考虑要给予这三个国家国家自治的特别前景 他倒没有说要给这三个国家独立 但是他说要使这个国家拥有一种特别的自治前景 这个特别的自治前景指的是什么呢 他明确说可能类似于东欧的那些卫星国 那讲的简单点就是要让这三个国家 从苏联的一部分变成类似于波兰捷克那样的 就是和苏联保持关系 但是至少理论上是独立的那些国家 他在这篇文件中还谈到东德 他说东德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而是一个只有靠苏联军队才能存在的政权 贝利亚甚至主张为了恢复和西方的关系 可以放弃东德 以换取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 6月2号 他起草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 在讨论的时候 然后摩洛托夫提出有一个条文 说我们应该反对强制使东德共产主义化 大家请注意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东德如果自愿共产主义化 我们是不反对的 但是我们只是不能搞得太过分 不能强制它共产主义化 但是贝利亚截则就只是删掉了强制这个词 结果就变成什么呢 结果就变成是应该反对东德共产主义化 而不是反对强制共产主义化 也就是说东德如果愿意跟西德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讲的话 东德如果他们的人民表示愿意跟西德合并 那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6月2号他们搞了这个东西 还来不及公布东德就发生了 大家后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617事件 就是那个东德发生大规模的 就是战后第一次反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出现的 反斯大林的起义 去过德国的人都知道今天德国柏林最有名的大街 就是菩提树下大街 它在西德的延伸部分就是著名的617大道 617大道过了伯南登堡门 就是东德的菩提树下大街 为什么叫617大道呢 就是纪念这件事情 东德的617事件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 波子南事件的等于是一个前岛了 是东欧国家第一次追求自由的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可能不是 当然应该不是贝利亚策动的 但是显然是受到贝利亚的一些主张 使得苏联放松了对东德的管控导致的一个后果 那么617事件 根据现在档案的配录 就使得赫鲁晓夫最终说服了马林科夫这些人 要除掉贝利亚 因为大家知道6月2号 他们起草了这个决议 6月17号就发生了这个事件 到了6月25号贝利亚就被抓起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 东德发生617事件 使得赫鲁晓夫等人终于决定要消灭贝利亚 这个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档案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其实关系是不错的 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排序是马林科夫 贝利亚下面才是赫鲁晓夫 但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就是617事件出来以后 马林科夫就同意干掉贝利亚了 然后他们几个人就合作 就把贝利亚给消灭掉了 当然这些事情并不能掩盖贝利亚 在斯大林时代犯下的滔天罪行 贝利亚这个人不仅杀人如麻 而且个人道德也是非常败坏的 贝利亚尤其是强奸妇女 那是害人听闻 贝利亚是一个恶棍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材料公布以后 在公布的时候苏联都解体了 贝利亚的家属要求为他平反 但是俄罗斯也拒绝了 因为这个人是个坏人 那么坏人是坏人 但是他要干的这些事情 那可是都是让人非常之吃惊的 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呢 在这之前有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 显示出他会干这种事吗 显然是不会的 不仅在他干这些事 不仅在他有这个念头之前 任何人包括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 都没有都没有察觉 当然更谈不上预测 甚至当这些档案没有公布之后 没有公布之前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公众 也都不会想到这一点 多少人包括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像那个罗伊玛德维杰夫 像索尔人尼琴这些人 在他们的书里头 都是把贝利亚当作最强硬的 斯大林分子来看待的 那么我们现在才看到 这个东西 这个贝利亚搞的这些东西 简直与571工程纪要有一拼 这哪是什么四人帮 这几乎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前身 他要干的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都是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才变成事实的 包括我前面讲的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 两德的合并等等 赫鲁晓夫 说服马林科夫 摩洛托夫 弗洛西洛夫等等 为了维护斯大林体制 而搞掉了贝利亚 但是 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想到 仅仅才过了三年 到了1956年 正是被赫鲁晓夫 不仅在斯大林生前 最忠于斯大林 甚至斯大林死了以后 也是他第一次 亲手化解了 贝利亚造成的 对这个体制的危机 但是1956年 正是赫鲁晓夫自己发表了 大家都知道的 苏公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做了贝利亚没有做成的事 是吧 从此 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什么秘密 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事情的后续影响 大家也都很清楚 那么 后来中国跟苏联 闹崩的时候 就是发表了 骂赫鲁晓夫的酒瓶 就是著名的酒瓶 苏公中央公开信 酒瓶的观点 我们立场 我们先不去说他 他提到的一件事情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酒瓶指出 赫鲁晓夫曾经是斯大林崇拜的 最突出的鼓吹者 大清洗 最严厉的筷子手 也是斯大林 最信任的 是吧 我们后来的人 对赫鲁晓夫有一个 流传很广的误解 尤其在中国 是吧 很多书中都是说 赫鲁晓夫是一个乌克兰 是个乌克兰人 是吧 后来甚至好像现在乌克兰 发生的一些事情 都和赫鲁晓夫有什么关系 是吧 当然有一些 比如说把克里米亚化给 乌克兰 就是赫鲁晓夫干的 是吧 这倒是 不过可能大家有个误解 赫鲁晓夫是 是在乌克兰出生的 但他不是乌克兰人 他是 现在最 强硬的 反乌克兰 是吧 俄罗斯军队都有可能投降 但他们不投降的 就是乌东的那些 俄罗斯族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民族主义者 是吧 赫鲁晓夫就是乌东地区的人 就是现在的所谓 那个那个那个 也正在搞 也正在搞公投的 就是那个 扎波罗热 这附近这一带地方的人 是吧 他是俄罗斯族 是吧 而且一直是 打击那个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乌克兰呢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 他从来就是 俄罗斯的一块心病 从1918年到1949年 整整31年间 乌克兰换了12个人 16任乌共总书记 其中只有曼努伊尔斯基 一个人是乌克兰人 他掌权只有一年多 其余时间 都是非乌克兰人掌权 尤其是从1918到1928年的 10年间就换了10个人 当了13任总书记 这个总书记 经常是当了几个月就换掉 但是有 这些人有的是 当了好几任 是吧 所以10个人 当时就换了13任 是吧 10年间就换了13任 大家想想 几乎每年 几乎每一任都只有几个月 平均任期不到一年 这是因为党内斗争很激烈 而且这个时期啊 也正是苏俄 从国际主义者掌权 转变到俄罗斯爱国者掌权的一个转变时期 大家可能知道 原来布尔什维克领导是主张国际主义的 他的领导层绝大部分是所谓三大社会主义民族 就是犹太人 波兰人和古鲁吉亚人 是吧 后来这三大民族的人被杀的特别多 是吧 以后俄罗斯人 当然包括斯大林贝利亚这种所谓的规划人 就是比俄族更加俄罗斯杀文主义的规划人 是吧 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杀他们本族的人 比俄罗斯人杀格鲁吉亚人都杀得厉害 是吧 后来俄罗斯人 把这三大族的老布尔什维克 基本上都干掉了 那么在乌克兰 这头十年掌权的基本上也是波兰人和犹太人 尤其是苏波战争 苏俄实力以后支持苏俄的那些波兰共产党人 大量留在了苏俄 苏俄就利用他们去管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这些背叛了祖国 他们的祖国原来是波兰 是吧 马克思讲工人没有祖国嘛 是吧 这些背叛了祖国投靠苏俄的波兰族布尔什维克 整治乌克兰 特别卖力 把乌克兰的路线斗争 就是反对左右反对派 什么托罗茨基基罗维尔夫 加米尼夫 布哈林 尼可夫等等 左派左翼右翼的反对派 是吧 大鼠反 乃至大饥荒都搞得特别厉害 是吧 同时他们自己 因为得不到俄罗斯 那个 那个共产党领导的那个信任 被整出的也很厉害 出掌乌共的最初十个人 十三任 都在 后来大清洗的时候 四个人被杀 还有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柯秀尔 这个人就是被赫鲁晓夫干掉的 是吧 1928年波兰共产党人 柯秀尔担任乌共第一书记 这个人呢 就是我前面讲的 从波兰投奔俄罗斯的 是吧 他背叛了波兰 然后 就是为苏俄 工作 是吧 那么当然 他就等于是绝了自己的路了 所以他是很厉害的 他也是斯大林 初步开始信任的 是吧 前面都是很短 但是他从1928年 柯秀尔从1928年 就党到了1938年 一年干了十年 他的任期相当于 此前十三任的总和 他这一次上任 正值斯大林皇位坐稳 之前最后一次党内斗争 就是反对布哈林的斗争 是吧 当时这个布哈林 是国际 共产国际主席 也是联共部最大的理论家 还有 秦布哈林的李可夫 是苏联总理 托姆斯基 是政治局委员 和传书工会主席 这个都是很高的职务 大家可能都觉得 工会主席不算啥 但是苏联号称 是个工人阶级的国家 所以在苏联建国初期 工会主席 是个非常高的职位 是吧 那柯秀尔 为斯大林卖命 把这些人都整掉了 然后 大饥荒和船盘集体化 都在他执政的这个时期 是吧 号称是一个波兰人 秉承莫斯科的指令 对乌克兰人进行种族灭绝 这是现在乌克兰人的说法 但是斯大林仍然没有放过 这个波兰人 1938年 赫鲁晓夫就派了他 最亲信的人 就是赫鲁 斯大林 就派了他最亲信的人 当时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就是首都的市委第一书记 也是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 赫鲁晓夫 奉命到作为钦差大臣到乌克兰 把柯秀尔抓起来 然后就杀了 不仅杀了柯秀尔 还杀了他船家 包括他的孩子 包括他的妻子 包括他的哥哥弟弟 是吧 接着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了12年 超额完成了大清洗杀人的任务 大清洗的时候 每个共和国都有要抓出多少敌人 那个赫鲁晓夫是超额完成任务的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杀了柯秀尔 而且通过杀人如麻 麻烦不断的乌克兰 搞成了坚强的苏维埃堡垒 斯大林是非常满意他的 也就只有他能够搞定乌克兰 然后1947年底 他被召回中央 被斯大林视为接班人 斯大林死以后 接任第一书记 不久又主导清除了 第一个非斯大林化分子 就是我前面讲的贝利亚 这么一个人 谁会想到他后来的 按照我们中国文革时候的说法 叫做伏辟资本主义的那些行为呢 实际上他在做秘密报告的时候 当时就有人质问过他 说你说斯大林干的这些事情 如此罪恶累累 那当时你在干什么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据说当时他开二十大 当时在二十大中 他读了这个 不是二十大 是二十二大 因为书公二十大 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 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是后来就在传书范围内传达了 到了书公二十二大 就是那个 就是1961年的书公二十二大 就公开开始飞斯大林化 甚至把斯大林的遗体也从列宁墓中弄出来了 然后就公开点名的 传面批判斯大林 那么当时在这个党代会上就有一个人 递了一张条子 说赫鲁晓夫同志说斯大林胡作非为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在哪里 据说这个话流传的 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 据说赫鲁晓夫 当时就在党代会的会场上当众念了这张条子 然后就说 为什么不属名 谁写的 你站出来 然后会场上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赫鲁晓夫哈哈笑说 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 那意思是说 当时他都在演戏 也就是说 那些人问他 你当时为什么不敢反对 这个赫鲁晓夫说 那如果我反对的话 我不就早就死了吗 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很有名叫 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实际上斯大林干的这些坏事 大家都认为应该有人出来反对 但是不管是贝利亚还是赫鲁晓夫 你再说谁出来反对 很多人也都不会想到他们两位 那么当然了 这个斯大林体制 还是涉及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很多人甚至是受到 斯大林迫害的人 也不愿意触动这个体制 那么我们也知道 赫鲁晓夫的改革后来 以失败告终 他最终在1964年 在他掌权11年以后 在1964年被苏共内部的 又一次宫廷政变给搞掉了 从此苏联就出现了 相当程度的斯大林主义回潮 就是用后来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说法 苏联出现了长达18年的停滞时期 所谓停滞时期 就是又回到旧体制去了 那么这个1964年 把戈尔巴乔夫搞下台 大家可能大家知道 这个都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也是一场宫廷政变 是趁赫鲁晓夫不在的时候 苏共中央的一些人 背着他搞的 那么搞的几个人 也是戈尔巴乔夫 非常信任的他的亲信 就是伯雷尔涅夫 伯德哥尔内和科西金 这三个人 都是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亲信 尤其是伯雷尔涅夫 是继赫鲁晓夫之后 执掌乌克兰的 乌克兰是赫鲁晓夫的大本营了 那么赫鲁晓夫当了12年的乌克兰书记 那么伯雷尔涅夫也是在乌克兰起家的 当时被叫做乌克兰帮的 那么这几个人又演出了一出 自己人把自己的主人给掀下去了的这个故事 但是他们掀下去以后 由谁来当头呢 他们把车动政变 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以后 就推举了伯雷尔涅夫当头 为什么推举他 当时很多人认为伯雷尔涅夫这个人老实 或者说是窝囊 不是一个强硬的人 把他选出来 有利于维护我们大家的利益 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 而且他上台以后也就讲了 当时苏共也做了决定 鉴于赫鲁晓夫和斯大林 个人的决定 有的时候非常突兀 会给党造成问题 所以以后就不能有一个人决策了 要搞所谓的集体决策 那么集体决策 如果有一个人的权力大 他也会破坏集体决策 但是大家都觉得伯雷尔涅夫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人比较老实 而且以前沉默寡言 从来都显示不出他是个强硬的人 看起来就是个窝窝囊囊的 非常适合当一个 集体决策的召集人 但是没有想到 伯雷尔涅夫真正大权在握以后 就变得非常强硬 没过几年就把三驾马车 其中的其他的两码都给压下去了 成了一个所谓的新沙皇 波德格尔内涅和科西金 都远远都不是他的对手 当然这些东西 这些没想到 并不是根本的 因为并没有威胁到 苏联体制的 那个最终命运 那么站下来的一个 就让人很吃惊了 这就是最近刚刚去世的 戈尔巴乔夫先生 那么戈尔巴乔夫 当然他对苏联解体 是负有 是一个直接的经历者 当然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 他是不希望苏联解体的 但是他的改革 毫无疑问是 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那么戈尔巴乔夫 他这么做 有什么蛛丝马迹呢 现在有人说 戈尔巴乔夫自己 在他的回忆录中 也经常提到 他在斯大林时代 包括他和他的家庭 都曾经受到过迫害 他所在的斯塔夫罗伯尔 在大饥荒时代如何如何 是吧 写过一些这些东西 表明他是好像是 很早就对这个体制 产生了不满 不过我要讲 像这样的东西 几乎每一个苏联人都会写 其中包括在苏联最高层的 很多铁杆的斯大林分子 包括贝利亚 叶若夫这一类的人 是吧 甚至包括我前面讲到的 什么摩洛托夫啊 这些人 这些人都有过 自己的亲属 自己的家乡 在斯大林时代 那个那个那个 被整得非常惨的那种 那种例子 是吧 这并不足以 是吧 从逻辑上推出 他们会干后面这些事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戈尔巴乔夫 他之所以被选拔上来 其实恰恰和赫鲁晓夫 贝利亚一样 是被认为 是被18年停滞时代的那些 斯大林主义者 看重的 认为是靠得住的人 是吧 我们现在知道 建议 大力提拔戈尔巴乔夫 并且建议 建议他当 接班人的 是安德罗伯夫 那么安德罗伯夫很多人在戈尔巴乔夫 做了后面的事以后 就给出一个解释 说安德罗伯夫本人就是苏共中的改革派 他对苏联的现状是很不满的 希望有一个改革的人物出面 来使苏联重新恢复活力 是吧 所以他就看重了年富力强 又有创新精神的戈尔巴乔夫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因为戈尔巴乔夫的确是安德罗伯夫看重 安德罗伯夫提议 让他进入政治局 并且把他培养成第二梯队的 安德罗伯夫的确非常欣赏戈尔巴乔夫 而且安德罗伯夫也的确是 被认为苏联晚期的 所谓的一个改革人物 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 安德罗伯夫奖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奖的改革 不仅不是一回事 恰恰是针尖对卖盲的 完全向着两个方向 戈尔巴乔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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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奖的改革 其实就是一句话 要拧紧螺丝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要让苏联变得更加强硬 更加斯大林化 是吧 安德罗伯夫 他本人当然也是一个和贝利亚一样 是秘密警察出身的 是吧 他本人就是 那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是克格勃的头头 是吧 他早年在1956年 是匈牙利大使 匈牙利事件 之所以以留学几万人的大镇压收场 就是安德罗伯夫导致的 是吧 因为安德罗伯夫 当时驻匈牙利 是匈牙利大使 就是他 主张对匈牙利坚决镇压 是吧 以后他是一个 他一直是个非常强硬的人 苏联在伯雷日年夫时代 出现的那种 默契沉沉 大家都 有点懒懒散散 是吧 这一点他非常看不惯 是吧 他就提出 要拧紧螺丝 要加强纪律 是吧 要把这个整个苏联 控制加强加强再加强 不能松松垮垮 是吧 那么他想搞的是这种改革 那么被这样一个人 看中的接班人 能是一个温和派吗 能是一个主张宽松的人吗 是吧 说他是可能具有改革思想 大家可能能够理解 因为安德罗伯夫不满苏联的现状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但是安德罗伯夫的不满现状 是吧 他背后的价值观和努力的方向 跟戈尔巴乔夫后面要做的事 那是针尖对卖盲完全相反的 是吧 如果戈尔巴乔夫 有一点点自由化的迹象 是吧 有一点点倾向于宽松 安德罗伯夫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呢 再加上我们知道 安德罗伯夫提议以后 第二个也是使得戈尔巴乔夫 当上第一把手的 更重要的一个元老 是葛罗米科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 葛罗米科 他原来是苏联驻美国大使 后来当了外交部长 实际上就是苏联在冷战的时代 反美的主要的代表人物 是吧 苏联 那个苏美冷战 在苏联出面的主要就是 格罗米科 是吧 那么格罗米科是一个强硬派 是一个冷战行家 由秘密警察头子 安德罗伯夫提议 冷战行家 格罗米科 大力护航的 接班人 戈尔巴乔夫 如果不是他后来做的这些事 谁能够想象得到 他是一个改革派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看这些人 他们过去做了些什么 你来推断他 上台以后会做什么 是吧 你来推断他 那个未来会做什么 这是相当不可靠的事 是吧 或者说是一个失败几率非常高的事 是吧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种测不准 是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苏联巨变 是吧 如果说 苏联掌权的人 是过去体现出开明迹象的人 是有 那个 自由化举动的人 是吧 或者说是有这种倾向的人 是吧 那么你解释他们后来的那个说法 听那个做法 似乎可以 说得通 实际上这些人 包括赫鲁晓夫 在他的回忆录中也的确是想给人以这种印象 表示他这些事情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早就这样想的 我们也相信他很早就有了某种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之深藏不露 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的 而且所有的这些想法 都不可能一丝一毫地表露在 当时他的行为中 那么苏联是这样 与苏联体制 类似的一些国家 我觉得就更有 戏剧性了 是吧 我们不妨看东欧两个发生了 这个这个在整个 斯大林 这个体制的历史中 历程中发生了 最有名波动的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匈牙利 一个就是捷克 是吧 我们知道苏联1944年 在二战中出动苏联红军 占领了东欧的大片国家 从而把这些国家都变成了 他的卫星国 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这些国家当初建立 这个苏联式制度的时候 都经历过党内斗争 当时的一个普遍趋势 就是苏联信不过 坚持在本土 在本国进行反法西式斗争的 所谓国内派 是吧 苏联真正相信的 认为那个强硬的 认为听苏联话的 都是坐着苏联坦克 随着苏联 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 从苏联回到本国的 这之前的政治侨民 是吧 也就是这些国家 当年在苏联占领之前 是法西斯控制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流亡苏联的 是吧 他们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 甚至在苏联取了妻 那个那个 在苏联都 甚至有的人俄语讲的都比 本国语言都好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他们长期流亡苏联 是吧 一直在为苏联人工作 后来坐着苏联的坦克 回到 所在的国家 被苏联人扶植成领导人 是吧 这些人 一般被认为是可靠的 是所谓的强硬派 是吧 而且在东欧第一波的党内斗争中 大家知道就是1948年 因为苏南决裂 引起了一场 东欧各国的大苏反 是吧 那么一个普遍趋势 就是国内派整 国内派来整 是吧 然后那个 从苏联回来的那个侨民派 就是 就是坐着苏联坦克回来的 长期在苏联待的 就是 如果用我们一个中国人听得懂的话 就是像王明那样 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那些人 是吧 那么显然是苏联更加信任的人 是吧 然后他们坐着坦克回来 然后就跟那个国内那些 捐持地下斗争的 跟苏联 没有在苏联生活很长时间的 这些人 发生了矛盾 那基本上这些 国内派基本上都是被整的 是吧 国际派基本上都是被信任的 是吧 那么 第一波的党内斗争 大家知道 在1948年到1952年期间 东欧各国都出现了大清洗 是吧 包括那个捷克共产党的总书记 史兰斯基 是吧 那个匈牙利的外交部长 拉伊克 是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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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的当时的政府总理 科斯托夫 是吧 那个 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委员 科奇佐治 啊 还有很多一些人 是吧 什么安纳波克了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人都被整肃了 取代他们 这些人 还有 没有被杀 但是也被 关起来了 是吧 像波兰的哥尔木尔卡 像那个捷克的胡萨克 是吧 那么 这些人都是国内派 是吧 而捷替他们的强硬的斯大林分子 都是 所谓的侨民派 就是 苏联坦克 过来的 但是 大家知道 到了 到了那个1956年 赫鲁晓夫改革反斯大林 是吧 然后东欧的这些城堡也就被揭开了 东欧的那些 斯大林时期的那些 苏返那些冤甲错案 被捅了出来 那么这些人当然就 当然就被搞得灰溜溜的 那么在1956年 从夏天开始 就出现了波兹南事件 后来因为 声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 匈牙利的一些知识分子 一些 一些那个 那个 那个 各界人士 起来 其实匈牙利事件 一开始的 由头是 还不是匈牙利自己的问题 而是 声援波兰人 因为波兰人起来 要自由 他们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表示同情 是吧 当初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像当时的那些 匈牙利的领导人 就也是一个做坦克回来的 就是拉克西 是吧 就镇压 结果 违背了斯大林的 不 违背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意图 我们知道赫鲁晓夫 要要进行的改革 就是 把清师大 把那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分子 给撤掉 换上一批 对他个人和苏联都忠心耿耿 是吧 有改革思想 但是绝不能背叛苏联 绝不能背叛 共产党体制的 这样的一些人 来执政 那么拉克西 在波兰 他当然经过斗争以后 是最终结束了 哥莫尔卡 那是一个国内派 是吧 在 在那个 二战结束以后 初期他也是被整过的 被称为民族主义者 是曾经被整过的 赫鲁晓夫本来是不想让他上台的 但是因为波兰人当时有波兹南事件 当时大家都拥戴 在哥莫尔卡 所以赫鲁晓夫经过 经过考虑以后还是同意了 但是他仍然不太希望 在匈牙利也出现这样的事 是吧 所以那个 拉克西和和那个 匈牙利的老百姓发生冲突以后 当时的那个 当时的赫鲁晓夫 他认为拉克西是个斯大林分子 是不能用的 是吧 然后他就把拉克西撤了 换来另外一个侨民 就是那个 就是格罗 后来发现格罗也控制不住局势 而且格罗本人 对什么平反冤家 错案之类的也不积极 然后赫鲁晓夫又把格罗也给 也给弄下来了 然后他挑来挑去 挑中了谁呢 被他挑中的就是纳吉伊姆雷 是吧 那么这个纳吉伊姆雷 在这之前 也是一个 谁都没有想到 他会后来跟苏联闹翻到这种地步 宣布退出 华沙条约 宣布中立 而且要求西方列强 保护匈牙利的中立 是吧 这样的一个人 是吧 那么纳吉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什么经历呢 是吧 他跟我们设想的很多改革派都不一样 像波兰的改革派 哥木尔卡 他就是属于国内派的 但是纳吉正好相反 他不仅是一个侨民 而且他旅居苏联的时间非常之长 大家知道纳吉原来 匈牙利原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在一次大战的时候 奥匈的军队里头有很多匈牙利人 纳吉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他在一战的时候就被俘了 被俘以后就在苏联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以后他曾经短期的回到匈牙利工作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1919年匈牙利发生了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革命 成立了所谓的贝拉库恩政府 那么这个时候纳吉曾经回去过 但是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失败以后他又再次流亡 先是流亡到德国 先是流亡到奥地利 然后又从奥地利在1929年回到苏联 在共产国际工作 一工作就工作到了1944年 也就是说他前后旅居俄国达15年之久 那个俄语讲得非常流利 而且在共产国际长期工作 是苏联非常信任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又不是纯粹的 这个斯大林主义者 他回到国内以后 1944年回到国内以后 和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拉科西 是有矛盾的 后来他又被拉科西整了 被拉科西罢了官 把他的所有的一切职务都罢免了 他是一个受到斯大林主义迫害的 但是又长期旅居苏联 由苏联坦克护送回国的这么一个人 赫鲁晓夫考虑来考虑去 觉得这个人是最好的一个 他信得过的一个领导人 他既是对苏联中心耿耿 长期在苏联工作 又是一个赫鲁晓夫认为 是他那样的改革派 就是对像拉科西那样的 斯大林体制是不满的 但是这种不满 是在赫鲁晓夫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范围之内 不会太出格的 然后其实纳吉的上台 就是赫鲁晓夫做的决定 在当时的东欧国家都是卫星国 没有苏联人的同意 纳吉是不可能上台的 那么纳吉上台就得罪了当时匈牙利最高层的 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叫做赫格居斯 安德拉斯赫格居斯这个人 符合我刚才讲的斯大林主义的这些特点 他也是坐着苏联坦克回来的 而且他是一个对苏联忠心耿耿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强硬派 那么在他当时已经当了政府总理 纳吉曾经在1952年当过总理 后来很快就被整肃下去了 我前面讲的第一波整肃的时候就被整肃下去了 在赫鲁晓夫重新启用他之前 其实他什么都不是 但是赫格居斯当时已经是政府总理 而且他也是属于不像拉科西格罗那么教条 但是他又是苏联非常可靠的一个人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赫鲁晓夫会启用他 甚至包括纳吉被打倒以后 匈牙利事件 纳吉被打倒以后 很多人认为截替纳吉的也是 也会是赫格居斯 但是赫鲁晓夫不知道基于什么考虑 就没有启用赫格居斯 结果这个赫格居斯 因为他没有得到启用 一个中于苏联的强硬派没有得到启用 后来居然到了匈牙利事件七八年以后 他居然成了一个党内成了一个党内持不同政见者 成了一个民主派 是吧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向 但是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对象 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对象是纳吉本人 纳吉本人上台以后 当然他就要推行他的改革路线 但是由于拉克西格罗 这两届领导人的倒台 当时匈牙利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了 虽然纳吉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 他也不想跟苏联闹翻 但是当时的那个匈牙利 已经处在内战之中 他如果不表现出足够的开明 实际上是站不住的 那么他就在那个时候 提出要苏联撤军 就是说而且把原来的那个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就是那个那个就原来的老凶贡了 就给解散了 然后另外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党 是吧 然后就表示要要重新从头做起 而且说匈牙利要恢复多党制 要要要要要那个 而且是大规模的 那个那个平反冤甲错案 是吧 最后甚至提出要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 因为如果因为当时的匈牙利军 当时驻凶的苏军 已经跟匈牙利的老百姓处于内战状态 是吧 如果你在这个状在这个状态下 纳吉是没办法做人的 是吧 他不可能站在苏联军队一边 去镇压自己的老百姓 但是他也不可能去支持自己的老百姓 向苏联军队开火 所以他就提出要苏联撤军 苏联当时也同意了 因为纳吉本人也是苏联扶植起来的人 但是后来就是在我前面讲到的 安德罗伯夫的建议下 苏联领导人后来霍鲁晓夫又变了挂 认为匈牙利这样下去不行 一定要恢复强硬 那么恢复强硬 你就得有人来 接替纳吉 由谁来接替呢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最可能的接替人就是合格居士 是吧 就是当时当总理的这个人 他也是强硬派 而且也是做苏联坦克回来的 是吧 那么谁都没有想到会是纳吉的最亲密的朋友 既是国内派 也是和纳吉一起在这个二战初期被整肃过的卡达尔 是吧 卡达尔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卡达尔这个人按理说他应该比纳吉更像一个改革派 是吧 因为他和纳吉不一样 他是 他不像纳吉那样是坐苏联坦克回来的 他是一直坚持国内斗争的 就是国内派 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的国内派 那么国内派 在拉克西执政的时候 他又挨过症 他那个时候挨症是和纳吉一起挨症的 认为是纳吉集团的代表 是吧 所以他跟纳吉是患难兄弟 然后在纳吉服出提出要改革 甚至包括要求苏联出兵的时候 不是 要求苏联撤军的时候 他也表现得非常积极 据说纳吉率领卡达尔和这些人到苏联大使馆去谈判 要苏联撤军的时候 据说卡达尔表现得非常激进 他当时甚至挥着拳头对安德罗伯夫说 说如果你们真要把我们逼急了 是吧 你真要开枪镇压 真要用坦克来镇压 说我就是一个人 赤手空拳也要跟你们的坦克作对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就在当晚他从他们这些人从苏联大使馆回来的路上 卡达尔就失踪了 以后最在匈牙利事件的最后面的两天 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完全搞不清楚 后来发现他就在苏联的军营里头 而且在匈牙利电台的索尔诺克波段 就是苏联当时的一个军事基地叫索尔诺克 是吧 然后就在这个匈牙利电台的索尔诺克波段中 发表了要求苏联出兵 援助匈牙利的无产阶级 粉碎资本主义伏辟的那个著名的那个电报 是吧 后来苏联镇压匈牙利事件就是以这个为借口的 说你看卡达尔请我们出兵 是吧 要镇压以纳吉为代表的 那个那个那个资本主义伏辟 是吧 然后卡达尔就就做了那么一件事情 是吧 当时纳吉尔听了以后几乎休克 是吧 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背叛了他 是吧 而这个和格居士反而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这个事 是吧 没有参与这个事 当然可能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么高的觉悟 而是赫鲁晓夫没看上他 是吧 那么赫鲁晓夫可能也觉得这个人正是因为一贯跟紧跟苏联 所以不容易被匈牙利人接受 是吧 所以就冷落了赫格居士而启用了卡达尔 而卡达尔 一旦这个这个这个被苏联人启用 谁都没有想到他会做的那么绝情 是吧 我们知道最后苏联出动坦克学习了布达佩斯 是吧 大概当时就造成了两万多人的死亡 几十万人 有的说上百万人逃到了邻近的那个 奥地利啊什么什么 在临近的在西方国家 是吧 使得整个这个社会 整个这个世界受到极大的震动 我们也知道匈牙利事件是西方各国共产党的一个大灾难 是吧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本来在二战以后 曾经有过很多共产党发展的非常大 是吧 像法共义共都曾经是第一大党 但是一旦有了匈牙利事件就如潮水一般的退党 是吧 像匈共匈牙利事件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 是吧 法共义共西共这些原来的大党 一下子就变成小党了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卡达尔当时是做得很过分 他不仅镇压了帮助苏联人 镇压了匈牙利事件 甚至在过了以后他还不依不饶的要搅死纳吉 是吧 但我们知道苏联来事件中 后来纳吉是被是逃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去避难 是吧 后来苏联跟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说南斯拉夫应该把纳吉交出来 并且保证不会保证纳吉的生命安全 结果纳吉刚刚出来就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一开始是把他流放到罗马尼亚 后来但是卡达尔政府要求引渡他回来 是吧 结果就隔了几年以后把他引渡回来 最后就搅死了 而且还搅死了其他几个人 这些人都是卡达尔的战友啊 是吧 所以卡达尔做这样的事实在是让人大跌眼睛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大名鼎鼎的改革派 一个受过这个体制迫害多年的人 一个长期以来被苏联认为是不可信的 所谓的胸共原来的国内派领导人 卡达尔会做这样的事 而且下手那么狠 后来在匈牙利巨变之前 据说有人传出卡达尔 在1957年对他的一个朋友的一个解释 是吧 卡达尔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时这件事啊 他说我也是没有办法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当时我不这样做 我就会被干掉 而一个比我更坏的人上了台 他还是会这样干的 这就是卡达尔对他自己 后来的那个行为的一个解释 卡达尔一直活到匈牙利开始解冻 匈牙利彻底巨变 那个时候卡达尔已经死了 但是在卡达尔生命的最后时刻 其实匈牙利当时已经顶不住了 这个是卡达尔是知道的 是吧 据说卡达尔在晚年神经 就是已经很不正常 是吧 他就整天在那里临死的时候 就整天在那里念念叨叨 说我没有杀害纳吉 我没有杀害纳吉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他当然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人物 不过也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是吧 因为血腥镇压匈牙利事件的 不是什么强硬派 不是什么亲疏的人 而恰恰是纳吉的亲密战友 从历史的角度讲 一直是受斯大林体制排斥 斯大林体制迫害的一个一个这么个人 是吧 这也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而大家更没有想到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和格居士 是吧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从坐着苏联坦克回来的强硬派 是吧 因为他没有扮演 很多人认为应该由他扮演的卡达尔那样的角色 是吧 结果过了若干年 他反而成了一个民主派 是吧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匈牙利和杰克斯洛伐克的这个 1968年的杰克斯洛伐克 1956年的匈牙利 都被镇压下去了 镇压下去以后 大家知道这几个国家都发生了很 很痛苦的人格大裂变 因为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杰克 他们经历的那个改革啊 比如说苏联在1991年 比如说中国在1989年出现的这些事情 要更为深刻 因为1956年1968年 在匈牙利和杰克这两个国家 变革的社会基础 要比我刚才讲的其他几个国家 要深厚的多 这几个国家不仅原来都曾经有过西方议会制的传统 被那个斯大林体制 建立斯大林体制都只有几年或者几十年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很深的宗教信仰 再加上在这些国家出面镇压的是外国军队 这一点会触及一个很敏感的事 就是民族主义 这一点和比如说苏联的819政变 和有些比如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开枪镇压 这个很不一样 这是你本国统治者开枪 但是在匈牙利和捷克 那是外国军队出面来镇压的 这个涉及到一个民族情感的问题 所以整个社会民意一面倒的程度 当时要做苏联人的走狗 那真是人民公敌了 那是搞得是非常之过分的 但是最后苏联靠着暴力 靠着那个人格的阴暗的一面 什么叫人格的阴暗的一面 就是背叛 靠着暴力 靠着人格的阴暗的一面 就是背叛 居然可以把事情做到什么地步呢 居然就可以做到匈牙利事件以后 他们稳定了局势以后 逢五逢十都要纪念匈牙利 镇压反革命 叛暴乱胜利 什么五周年 十周年 十五周年 二十五周年 我们知道做这种事情呢 做也是做了 以后往往镇压者都会觉得心虚的 是吧 他们采取的不是纪念 而是希望大家都忘掉 是吧 像某些日子在很多国家都是很敏感的 是吧 是连提都不能提的 是吧 更不会说是纪念什么 是吧 但是匈牙利居然就可以做到 在卡达尔时期的 大概是从1961年开始吧 就是每逢五逢十都要进行 那个平定反革命暴乱的 那个那个纪念 是吧 你每一次这个纪念 你不都是在挖匈牙利人的心吗 但是这件事情居然就可以做 而且是由卡达尔这样的人来做 是吧 我就说像其他国家 你再怎么说 你如果是一个原来的保守派 原来的强硬派来做这个事 是吧 那么大家觉得都还顺理成章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原来的改革派 来做这种事情呢 是吧 可是在苏联市的这个国家中 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 人们认为他在历史上是最保守的人 对这个体制打了致命的一针 是吧 但是人们原来认为他是改革派的人 恰恰是对改革下了痛下杀手 是吧 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 那么在捷克我们也看到 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 我们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改革啊 当然是 也是和这个 这个二战以后苏联的那一波震压是有关的 是吧 就是 那个乔民派 哥特瓦尔德 是吧 这些人坐着坦克回来 是吧 然后 也是在一九 捷克比较晚一点 因为捷克 他 苏联进军的头几 头几年 他实行的是所谓人民民主制度 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是吧 就是还是保留议会制 保留多党制的 那个时候捷克 也不是多数 是吧 所以他后来 到了一九四八年 苏联巨变以后 苏南 苏南那个那个 苏南闹翻以后 他就开始搞 一九四八年的二月事件 就是把这个多党制给废除了 实行 捷克的一党专政 然后就开始搞苏反 苏反的对象也是这些国内派 尤其是捷克在50年代初的那场 斯大林死之前的那场苏反 杀了大量的人 包括捷共当时的总书记 那个斯兰斯基 捷克当时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 克里门蒂斯 这些人 当时这个这场苏反 除了其他国家 那种就是以什么反间谍 什么反铁托分子那个理由以外 在捷克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 因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是有矛盾的 我们知道后来捷克和斯洛伐克 也分家了 后来那个捷斯联邦也分裂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有矛盾的 当时他们曾经镇压过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 就把很多斯洛伐克的 捷共领导给整下台了 其中就包括 其中就包括胡沙克 胡沙克当年是 曾经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那个苏联 在那个建立斯大林体制的 初期50年代初的苏反中 他是被抓起来 判了很重的刑 他没有被杀 当时捷共被杀的人 地位都很高 包括总书记斯兰斯基都被杀了 胡沙克没有被杀 但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很重的刑 后来赫鲁晓夫解冻以后 平反冤假错案 据说胡沙克被放出来 那个时候他只有50岁 但是一口牙齿全部掉光了 出来的那个样子 有人说就像个70岁的老汉 已经被折磨的都不像人了 而且他是一个斯洛伐克人 从来都被认为 不仅斯大林 不仅苏联人不相信 不太信任 杰共的高层 当时基本上是杰克人掌权的 包括哥德华尔德这些人 都是杰克人 而内藏清洗主要清洗的是犹太人 第二被清洗的就是斯洛伐克人 犹太人当然人数比较少 清洗了也就清洗了 但斯洛伐克人是比较多的 所以清洗他们带来的后遗症 就非常多非常大 那么好了 到了1956年 赫鲁晓夫改革以后 赫鲁晓夫 反斯大林化 非斯大林化 在东欧引起了一些变革 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 像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 都发生了变化 而杰克 因为当时杰克的执政者 诺勃提尼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 那么他顶过了这一波就没有受到触及 但是到了60年代 杰克的内部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对比 杰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因为杰克原来是奥雄帝国的一部分 是吧 杰克和奥地利是接壤的 杰克和奥地利原来都是属于奥雄帝国的 而当时的杰克是奥雄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因为整个杰克是当时奥雄帝国的工业区 杰克人口大概只占奥雄帝国的15% 但是工业要占到奥雄帝国的80%几 实际上是奥雄帝国最富的一块地方 奥地利反而是比较 当时不如杰克富的 但是搞了这个斯大林体制以后 搞到一九六几年 杰克的那个状况是远远不如奥地利 大量的人逃到奥地利 当时杰克面临着很严重的危机 而当时苏联也是赞成改革的 就是在赫鲁晓夫那个时代 是吧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到了那个六十年 到了六十年代 就是六六年前后 杰克就终于发生了一次解冻 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上了台 把诺博提尼给干下去了 通过选举把他们给干倒了 而这批杰克的改革派很有意思 杰克的这批改革派的特点就是 他们不仅是原来的国内派 而且基本上都是斯洛伯克人 杜布切克就是斯洛伯克人 胡萨克也是斯洛伯克人 这两个人当时是哥们 我要说胡萨克和杜布切克的关系 相当于匈牙利在1956年时候的 纳吉和卡达尔的关系 就是他们都是原来在旧体制下 受到迫害的 他们都是改革派 那么在杰克比 比这两个人更接近的是 这两个人都是斯洛伯克人 而且尤其是胡萨克 还曾经被当作斯洛伯克民族主义的代表 被判过重刑的 然后他们形成一个改革派集团 当然也有杰克人支持他们 但是为首的几个人都是斯洛伯克人 那么他们联合起来就把诺沃提尼 就是保守派或者说教条主义者 或者说斯大林分子 把诺沃提尼给干掉了 但是干掉以后 在杰共中央内部 还是有一个强硬派的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是以英德拉和比拉克 这两个政治局委员为代表的 这两个人是杰克人 是吧 而且是一直是强硬派 对那个杜布切克这些人是有意见的 是吧 然后大家可能知道公开的那个信息很简单了 就是杜布切克上台以后就搞了布拉格之村改革 声称要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 不仅平反了冤 也是平反冤假错案 要搞经济改革 要引进市场经济因素 是吧 要搞创作自由 杰克的知识分子都很活跃 发表了著名的2000字宣言 而且要追究历史上的一些案件 比如那个马萨里克遇害案等等 是吧 那么这场改革也是动作很大 使得当时苏联不能容忍 当时的苏联已经不是赫鲁晓夫执政了 当时已经是伯列日涅夫执政了 我前面讲过伯列日涅夫是一个比赫鲁晓夫要保守的多的人 是吧 当时的苏联处在停滞时代是不能容忍杰克这样干的 是吧 所以后来最终就导致了 杰克1968年的那个事件 苏联以华沙条约的名义 出动了五个国家的军队 从四面八方 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杰克斯洛伐克 最近普京在乌克兰搞的那个事 好像他最初也是想搞成这个样子的 直接派空降兵 就是空降首都 是吧 这次他空降基辅 是吧 当年他就是空降布拉格 是吧 24小时之内就把布拉格给占领了 是吧 然后占领了以后就把以杜布切克为代表的改革派集团 是吧 那一大帮人都抓到了莫斯科 是吧 然后苏联军队就控制了整个捷克 这个时候捷克群情集愤 是吧 大量的人起来 抗议 有些学生像那个杨帕拉赫就自杀了 是吧 那么自焚了 是吧 今天的那个布拉格市中心瓦拉赐富广场 还有那个 阳帕拉赫的那个 墓 是吧 然后就引起了捷克人的那个 那个反抗 那么这个时候苏联人就需要有人来 替代 由谁来替代呢 很多人都设想那苏联人也应该找一个强硬派 是吧 我前面讲到过的英德拉和比拉克这两个人就被认为是当时大家都认为出面镇压的一定是他们 是吧 结果没有想到 博列尔尼弗也没有用这两个人用了谁呢 用了胡萨克 是吧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胡萨克这个人从他的经历而言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受体制迫害的一直是改革派 何况他自己又和诺沃提又和杜布切克也是亲密战友 甚至还是斯洛伐克同乡 是吧 所以当那个而且还有一点他跟卡达尔不一样 胡萨克他不像卡达尔 他一旦转过来就变得穷凶极恶 是吧 就就就汉打汉杀的 这个胡萨克在苏联人的安排下出来执政啊 他的头一年表现得很还很温和 是吧 他他当时就要求苏联人把杜布切克这些人放回来 是吧 当时已经被抓到莫斯科去了 那么苏联人也同意了 把他们放回来以后整整八个月都没有把杜布切克给罢关 杜布切克名义上还是第一书记 但实际上已经完全没权利了 但是这个时候胡萨克还是表现得 就是说胡萨克的那个转弯啊 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杰克历史上被叫做正常化时期 是吧 就是他一开始还是显得他是改革派的一份子 是吧 然后他是他争取把胡萨克 把杜布切克放回来了 而且还跟杰克人说 说你们就不要闹了 说那个你们如果不闹 我会把杜布切克想办法让苏联人把杜布切克给放回来 然后我会劝说苏联人撤军 是吧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说你们就不要闹了 所以在胡萨克上台以后 很多杰克的改革派 杰克的布拉格之村的参与者 还挺高兴的 认为他们还是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是吧 毕竟接着上来的还是一个改革派 是吧 而且他也的确做了一些工作 把那个杜布切克给放回来了 是吧 他们都觉得这个胡萨克还是他们的人 但是胡萨克接着就开始了 我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叫做秋后算账 是吧 他大概隔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开始搞那个所谓的正常化行动 是吧 这个正常化行动虽然没有匈牙利那么血腥 杀了很多人像匈牙利 是吧 但是也是够狠的 是吧 他当时把杰克 杰共党内 大概开除了五十多万人 大概把杰克的 百分之四十的党员都给开除了 而且开除的狠狠 一开除就是连工资都没有了 像杜布切克也是 是吧 八个月以后终于被罢免职务 而且是被搞到一个工厂去看大门去了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被整个很惨 然后就导致大量的杰共 原来的那些人都逃亡到 那个那个就是奥地利啊什么什么这些国家 是吧 那么杰克就从 一九六九年 是吧 杰克 那个苏联出兵是一九六八年 但是 胡萨克 那个 那个露出他的真容面孔是在一九六九年 从一九六九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 就经历了二十年的那个胡萨克时期 这个胡萨克时期 杰克的经济就搞得非常之糟糕 非常之僵化 是吧 杰克最后就搞得连匈牙利都不好 就变成一个很糟糕的国家 是吧 那么当然后来一直到 那个那个 八九年 是吧 那么杰克人终于起来反抗出现了 当然也是由于哥尔巴乔夫的缘故了 是吧 那么出现了那个所谓的 那个那个以哈威尔啊 这些人为代表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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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化的这个这个这个进程 是吧 但是这个 胡萨克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让人非常想不到的人 我们可以说胡萨克和 和这个卡达尔有很类似的地方 他们原来都是改革派都是饱受迫害的人 是吧 他们变成这样一副嘴脸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是吧 而他们一旦变成这个嘴脸又变得非常之穷凶极恶 甚至不要说别人没有想到 就连英德拉比拉克这两个强硬派分子 后来都没有想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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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萨克会是这个样子 是吧 那么这里我就要讲了 这种如果你整个看这个历史 你说我们怎么去预料 这些国家的这种变化呢 很多人 美国西方的很多学者 他们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学研究 都是很发达的 这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路径 就是分析他们的经历 分析他们的所属的流派 说这个人是国内派 那个人是侨民派 这个人是改革派 那个人是保守派 谁是谁的人 谁又是谁的人 是吧 那么通过这些东西来分析 那个政治潮流的变化 和那个和那个 和那个未来的动向 是吧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些几乎都是大量的 都是失误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反着来的 是吧 过去的强硬派一定会 摇身一变变成改革派 过去的改革派 一定会摇身一变变成保守派 是吧 如果是这样 那就可以测得准了 是吧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是吧 当然也还有很多人 一直强硬到底的 或者说一直 或者说是一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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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到底的 或者一直坚持到 当自由派的 是吧 但是相反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 而且在整个国家的 这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是吧 我们看到他们发生的作用 都是非常之大的 不管是哪方面的作用 从推动改革的方向讲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比 像赫鲁晓夫 哥尔巴乔夫和 虽然失败了 但是实际上潜在影响 很大的贝利亚 这些人更有杀伤力 是吧 那么从镇压来讲 也没有人能够比 卡达尔和胡萨克 这样的人更有杀伤力 是吧 我经常想 我说很多人 在我们国家 或者苏联这些国家 经历这么一次 原来很得人心的事件 被镇压以后 看到很多人随波逐流 感到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 总感到人性的 那个弱点 实在是太可怕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要跟他们说 我说其实中国人 表现的是够不错的了 或者说苏联人表现的 也是够不错的了 是吧 至少在这些国家 出面镇压的 还不是那种 是吧 还不是那种 突然间变了脸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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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 是吧 至少在 很多国家 包括苏联 包括 罗马尼亚 是吧 出面镇压的 那还是 原来就是保守派的人 是吧 那你还没有 还没有 那个 那个 那个变化到 这种地步 是吧 所以我说啊 如果相比起 你像那个匈牙利和捷克 当时这种 这种变化 得人心的程度 都远远超过 我刚才讲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 是吧 但是当 但是 但是 人性的扭曲 人的软弱的一面 的确是可以 扭曲到令人 害人听闻的地步 是吧 那个 相比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 悲观的 是吧 但是你说 要预测 这是根本是 完全不可能的事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这也就是 这个体制 可怕 但是也是它不稳定的 一个基本原因 那就是这个体制下 所有的人 都是戴着面具 生活的 是吧 你谁都不可能 真正的 认识谁 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吧 不仅我们 不仅老百姓 不知道这些当官的 怎么想的 这些亲密战友之间 也都不知道 对方是怎么想的 所有的人 都在面具下生活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他明天会干出什么事 是吧 这个体制 有一个特点 因为这种体制 它本身是一场 对传统 对传统价值观的 一场巨大的冲击 同时又是一场 无神的运动 是吧 那么这场运动 的确是把 人性中的那个超越性 给冲击得 非常之厉害 是吧 导致了一种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完全没有任何底线的 那样一种 那样一种思路 那么在 这个巨变 那么在这个运动 早期 当然你可以说是带有 理想主义的 是吧 它虽然不是宗教 但是也是一种 很虔诚的理想主义 我相信 在这个运动 它是 还没有掌权的时候 是吧 它处在革命阶段的时候 很多人为之 抛头路 洒热血 也不能说 他们是 没有非常真诚 和坚定的信仰 但是由于 这种运动的 运作机制 是一种 不择手段的 那个 那个 优败烈胜机制 是吧 最后总是那些 真正有信仰的人 被淘汰出局 是吧 那些 那些 不择手段的人 能够保留下来 所以这种体制 随着它的 时代演进呢 就越来越变成一帮 那个演戏的人 在执政 戴着面具的人 在执政 这些人 说实在的面具 是就像传具的 那个 那个变脸一样 是吧 是说变就变的 是吧 或者用 某个领导人的 一句话讲 叫做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是无所畏惧的 是吧 或者说是 肆无忌惮的 是吧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 就是这种体制 它的那个 让人厌恶的地方 或者说是可怕的地方 但是反过来讲 也是这种体制 发生变化的 希望永远不会灭的 一个理由 是吧 因为这种现象 你永远不知道 包括统治者也不知道 是吧 谁是所谓的改革派 谁是所谓的自由派 是吧 到底输反输到什么程度 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 是吧 我们知道 我刚才讲的那几个人 是吧 都是大输反 杀了成千上万的人 是吧 杀了几十上百万的人以后的 那种 那种酒精考验出来的人 是吧 但是他们仍然是这样 是吧 那你说还能怎么样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而且 我觉得 这种体制 其实它是不太在乎 所谓的人心所向的 是吧 这也是这种体制 测不准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这种体制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 被 群众性的 这种 所谓的 不管什么颜色革命啊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给推翻的 是吧 当然有一些国家 它在巨变的时候 是发生了群众运动 但是这种运动 如果成功 都是因为它的上层 发生了分裂 是吧 这是一个 一个当代社会 尤其是 当代的暴力机构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 的一个很显著的 一个特点 是吧 你如果是上层 不出现问题 那 仅仅靠 仅仅靠在野的 那个力量 是没有办法的 是吧 但是问题也就在于 这个上层 好像它 从来就会出问题 是吧 不管你所谓的 纯洁化到什么程度 是吧 不管你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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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洗到什么程度 是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体制 它的合法性资源 实在是太单一 是吧 它还不像皇帝 是吧 比如说 你有某某血统 你就可以 拥有合法性 是吧 就像现在的金家 好像他就已经 做到了所谓的 可以堂而皇之 对吧 白头山血统 拿来当做一个合法性 但是这些国家不能 是吧 那么这些国家不能 那么他就有一个 在党内斗争中 有一个出牌现象 就是实际上 这些人很难说 他们的决定 是基于什么 很深的信仰 但是在党内斗争中 他们需要靠出 出其至胜的 那些出牌 来赢得他们的优势 是吧 所以 就是 所以就等于是 什么牌 什么样的牌 都有可能出 是吧 那么这种状态下 我觉得的确 如果我们不是基于那种 所谓的政治正确的那种 道德观 就是什么 正义战胜邪恶 这类的道德观 而是仅仅从经验的角度讲的话 我觉得这种体制 的确是一个测不准的体制 那么也因此 所谓的悲观 所谓的乐观 其实都没有什么根据的 我觉得 只要人们都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 那么 这个 这个历史进步的概率 我只能说概率 因为我从来不相信 什么必然性 是吧 那么历史进步的概率 它还是可以扩大 还是可以扩大的 否则 如果大家不 如果没有人努力 这个概率就不可能大 我今天的讲话就到这里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秦桧老师 精彩的演讲 秦老师 我们刚才在听您的讲座的时候 也准备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种体制下 权力更替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您刚才说的 这个测不准 其实说穿了就是看不准 对 就是对这个权力的成绩人 他的 以后想干什么 是看不准的 对吧 就像您刚才说的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对 在原来 这个 他可能是一个改革派 最后 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 对吧 或者是原来你认为 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 他却是一个改革派 对 那这个是不是和这个体制本身 他有一种周期啊 这个周期使得每到关键的时刻 他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像刚才谈到这个戈尔巴乔夫 那苏共的体制到了那个时候 是不是他也到了一个周期 他需要这样一个人 虽然戈尔巴乔夫是被安德罗伯夫推荐 也是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人 但是他最后也展现了改革的一面 对吧 我觉得安德罗伯夫不能说是个保守派 因为他是试图变革的 他只不过变革是朝着我们认为相反的方向 对吧 应该说他是个强硬派 所以他看中的戈尔巴乔夫 也是看中戈尔巴乔夫 不仅是所谓的改革 不仅是所谓的保守 就是他看中的接班人 应该是个强硬的接班人 戈尔巴乔夫的确在一些地方 也表现过强硬 比如说他也的确出兵 镇压过像亚美尼亚的那个纳卡事件 什么 他也出过兵的 但是后来 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戈尔巴乔夫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是吧 他觉得打改革牌是对他在党内斗争中有利的 是吧 所以这一点我老实说 不一定是什么周期 但是这种体制它不是个民主体制 但是那个所谓的人心所向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过这个党内斗争中 出什么牌能够使自己获胜 是吧 这一点还是 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是吧 他们不一定是 读了什么自由主义的书 是吧 也不一定是受了随随随的影响 是吧 但是在 在需要出牌的时候 这些人是知道出什么牌 自己会容易赢 出什么牌 自己就赢不了 其实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可能 他是一种政治动物 在 关键的时候 他做出的选择 是 他认为这个人心也是一个筹码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 他可能会做出 跟以前所想象的 预计的完全不同的一些决策 就是跟他能够有足够的权力 就是资钱 是吧 这些人都很懂得 偷悔 都很懂得 就是 在这种体制中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些人 他不动则以 他动之前是表现得很 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的 那这个 那这些政治家 他这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 对吧 我记得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 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上台之后 就出版了一本新思维 改革新思维 而且是非常体系化 这个他似乎也不是说 在他上台之后 那一两年突然形成 这么一个体系化的改革思维 这个肯定是酝酿很长时间 所以说这个里面 也有他的信仰的 或者说长期的这个思考 和对这个苏共 所造成的灾难 一种反思的一个结果 我是这样看的 因为赫鲁晓夫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上台以后 搞的第一个改革 实际上是符合 安德罗伯夫的那种 宁颈螺丝的那个愿望的 就是反酗酒运动 是吧 这是他 那个 那个 搞得很厉害的 当然最终是以失败告终了 是吧 就是 所谓的反酗酒 所谓强化劳动纪律 所谓的 这些东西 他也是搞过的 但是你说 他的那个开明思想 是不是突然产生的 当然不是 因为之前就已经有了 赫鲁晓夫的一轮解放了 解放了 解放了 是吧 有四个集点 对呀 而且那个 苏联的齿普龙政见者 什么 什么 说人一情 他肯定是知道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 这一点无可置疑 我觉得就是 尤其是那两位老人 因为在他之前的这两位 安德罗伯夫 切尔年科 都是 灾人期间 只有几个月就死了 是吧 当时苏联上上下下 对老人政治都厌恶已及 都希望能够变化 是吧 这个我觉得他 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在他 我倒是觉得 如果他从来就没有遇到挑战 他也许就不会 走这些 就出这种牌 是吧 他也是因为 因为他始终是 他每一步晋升 其实都是 在苏公高层 都是争议挺大的 像格罗米科 他原来那个 苏公 一直有他的死对头 最早是格罗森 后来是立家乔夫 什么这些人都 一直是要把他给搞下来的 那么别人要把他搞下来 他当然得拉拢别人了 那他当然得拉拢 另外一些人 包括赫鲁晓夫也是一样 他后来面临那个 也是面临什么 摩洛托夫 卡冈多维奇 这些人的 那个挑战 那你改革牌 他就是 他就需要打改革牌 在这种权力 耕地的过程当中 这个所出现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您刚才说 就在那种体制下 这个人心 就是民心人心所向 它起的作用 不是非常的 我就是说 从那个 从那个经验的意义上讲 是不大的 就是因为你不能指望 这些东西直接会导致 但是如果说 他党内出现 两个派别之间 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 然后有一派 他显然是失去人心 那是不是会出 这个促使另一派 对这个人心啊 民心啊 他考虑的这个筹码更多 最后出牌 就出了一张 这个大家以前 都意想不到的牌 对呀 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很大 当然可能大了 但是因为 因为这种体制 它那个暴力的 那个色彩很浓 所以完全相反 可以出现 那个非常大的 得人心的时候 有一个人跳出来 就是愿意做人民公敌的 是吧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胡萨克 和那个 和那个 那个卡达尔一样 他也有啊 他认为出那个牌 这个也是一个出牌啊 他认为出这个牌 他就能赢 因为苏联 有苏联军队做后登 其实他以前 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对呀 他以前就不是这种人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他必须出这种牌 对呀 实际上就是只要能赢 对 什么牌我都可以出 什么牌都可以出 对 另外还有呀 刚才您谈到这个 胡萨克啊 嗯 他原来是受到迫害 最后变成那么强硬和镇压 这个是当时所 之前所预想不到的 那就是从这个 他 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历史材料和信息 是否完全解封 现在也不太清楚 那他这个人 是不是当时受到 这个苏联的控制 这个非常强 甚至说他自己个人本身 虽然他是一个政治家 对吧 但是他 他可能也存在着 一定的人生依附性的 依附于国外部 包括这个苏联的 一种力量 这个 他只是一个傀儡啊 我觉得他还是 所有的这些人 就是傀儡 他也有 他也有一定的自主空间 因为你毕竟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苏联人自己做决定嘛 就胡萨克本人而言 其实他真的就是有 民族主义的倾向 他后来变得非常之强硬 把所有的布拉格之村的 所有的改革都倒回去了 但是有一件事 他是没有倒回去的 就是把捷克斯洛伐克 从一个单一国家 变成了一个联邦国家 连国民都 国民没有变 但是成立了两个议会 两个党 就搞成像苏联那样的一个 一个联盟体制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反映了他的一些 自己的想法 就是 因为他当年受迫害 就是以所谓的民族主义的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 那个理由受迫害的嘛 而且他当年跟 诺沃 跟那个杜布切克 也是所谓的斯洛伐克邦嘛 但是后来就出现一个 很怪的现象 从胡萨克执政 所谓的斯洛伐克邦 或者斯洛伐克人 就变成是 捷克改革历程中 比较保守的一种力量 这和杜布切克时期 就完全相反了 杜布切克时期是 胡萨克人 是斯洛伐克人要求改革 所以改革派被认为 叫斯洛伐克邦嘛 但是后来在 齐齐斯县长以后 你看到什么哈威尔啊 什么克劳斯啊 这些人全是捷克人 反而是斯洛伐克人 变得比较保守 我这里还要讲 胡萨克到现在 虽然他作为一个保守派 早就已经进了 历史的垃圾堆 他做的那些事情 是没有人 是没有人可以辩解 但是斯洛伐克人 还是对他是比较客气的 他包括他的目的啊 他什么在斯洛伐克 朝拜的人还比较多 很多人还基于 斯洛伐克的民族感情 认为他是缔造了斯洛伐克 因为他是 如果不搞成一个联邦 现在的杰克斯洛伐克 可能就不会分家 因为苏联是联邦 他有一个规则嘛 就是每一个主体都可以 不管其他主体 他可以单独退出的 所以你说胡萨克这个人 是不是一点想法没有 他也有 而且他也并不是把 1968年以前的那些东西 完全恢复了 但是他有一点就是 即使他的民族主义 也是维持他的个人权力的 一个手段 就是民族主义 也是要 也是要由他来独裁行使的 刚才你谈到 就是苏联 贝利亚 还有赫鲁晓夫 包括贝利亚被杀 赫鲁晓夫下台 基本上算是宫廷政变 就是在这种体制下 他出现宫廷政变 也是比较常见 对 这种体制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体制下 出现宫廷政变比较常见 那他的这个一般规律啊 有哪些规律 就是在某种情况下 条件具备了 他就可能出现宫廷政变 对吧 你说贝利亚被一个原散强杀了 对吧 赫鲁晓夫 然后被其他的力量 就推下台了 对吧 那当然是在 那肯定是在那个矛盾 比较激化的情况下 而且这种矛盾 这个体制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矛盾容易被掩盖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 很多矛盾都看不起来 看不出来 但他暗暗在积累 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通过这样一个 非常出乎人们意料的 而且往往有想象不到的人 来出面的 那就是这种体制 要是出现宫廷政变的话 那就是两派处在 一种高度紧张的博弈当中 不一定 他有的时候是 就是已经很紧张了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 说实在的 我觉得如果要讲阴谋论的话 像这种体制 这是最容易出现阴谋论的 因为他不像民主制度那样的 每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公开讲 是吧 你可以从什么选情啊 民调啊 什么什么 来判断走势 这些有的他就是 你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有时候你也很难说 你比如说在1953年 斯大林刚去世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气氛 不要说苏联 连中国都是有好多人 就像毛主席世事一样 哭昏在那个现场里都有 那个时候个人崇拜的 那个风 从表面上看 那几乎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上 从来都没有人想象到 大家都忠于毛主席 或者忠于斯大林 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但是掩盖在这个下面的 那就是 就是那个剑拔弩张 暗流汹涌 对呀 你就是谁都没有看到 谁都没有想到 甚至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在档案没有公布之前 大家仍然都不知道 就像苏联解体以前 很多人 绝大部分人都仍然 认为贝利亚是一个 类似于四人帮那样的角色 他这个在战场上 这个红军蓝军都能分得清楚 对呀 但是在这种体制下的话 他这个两派的博弈 就是敌我都分不清有的时候 是啊 就是分不清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我觉得什么派 什么派 这个都是瞎扯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像赫鲁晓夫啊 贝利亚当时 作为最高权力者的话 他本身就处在 极其危险的 这样一个位置上 当然是啊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赫鲁晓夫 他杀贝利亚 他是说服了马林科夫的嘛 因为原来 马林科夫跟贝利亚的关系 要比 他们两个比赫鲁晓夫要好嘛 就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本来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但是后来那个 那个就是六一七事件以后 就是那个那个 赫鲁晓夫就说服了马林科夫 说这个人对 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威胁 那这个马林科夫是成为当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当然了 一个因素了 所以说宫廷政变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一两个关键人物 是啊 倒戈或者是选择立场 对吧 而且有的时候都不一定是什么 比如说那个宫廷精卫军 就像那个玄武门事件中的 那个玄武门手 他可能还也不是一个什么 这个绝对的军权的一个人物 对 是吧 是一个要害的军权人物 他可能导致整个 公平政变的结果就不一样 是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 就更加的测不准了 更加的看不准了 就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当中 某一个零件发生了变化 就可能使得这个整个机器 轰烂倒塌 是啊 这个确实可怕 另外就是从这个 苏联选择这个接班人 当然了这个叶利清之后 我们就不能说是 苏联和苏共了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 他也有选择接班人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您能不能用 您的这个理论 再评述一下 就是当时叶利清 把权力交给普京 这个我觉得 到叶利清 那个时代已经 就情况就变化了 那是他已经不能指定 接班人了 但是你这个政治家的操作 手腕还是有的 因为他在选择普京之前 就不断地换总理 什么切尔诺 美尔金 普利马科夫 什么 尼泊佐夫 那换了很多的人 就把大家都换烦了 然后他就突然选定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当然 这个就是属于另外一个事情了 就是民主政治中是有策略的 也可以说是有什么狡猾 但是民主制的狡猾 他还是那个 那您说这个 这个叶利清把权力交给普京 那这个普京上台之后的 他的所作所为 这个是算不算测不准呢 我觉得叶利清 如果知道普京现在这个样子 他也会认为他是失算了 是失败的 当然 因为普京等于是完全否定了 叶利清的改革 何况叶利清班底中的那些 那些什么科基列夫啊 什么邱拜师啊 这些人 现在都是流亡状态了嘛 包括尼泊佐夫这些人 那个 当然 但是叶利清 如果对 如果就 如果就普京对叶利清家族 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普京还是言而有信的 就是 他是保证了叶利清家族的安全 那个 至今为止 他对叶利清家族都还是 对叶利清就是自身家族的安全的话 肯定是对他来说是首要考虑了 但是在政治理想上 他肯定也 那当然肯定是 期待普京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对呀 对呀 那肯定不是现在的道路 这是可以肯定 叶利清肯定还是一个民主派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包括炮打议会啊什么什么 那你还可以说那是新权威主义 是吧 作为一个过渡 建立一个什么秩序 什么什么 事实上也是这样嘛 他即使炮打了白宫 仍然是多党制 而且他差一点都选不上 是吧 那个俄共对他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个我觉得是 他肯定是不希望搞成一个 专制回归 他肯定是不希望 这个不是当成叶利清所希望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他也是选错了接班人 但是普京的出现 要比我刚才讲的几个 要复杂得多 因为叶利清实在 毕竟是民主政治了嘛 而且我觉得普京也不是一开始 就是想这样的 普京怎么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有很多可分析的地方 所以在这种体制下 他选择错了接班人 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非常常见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概率是很高的 但你朝着哪个方向错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你是一个改革的人 结果选了一个反改革 也许反过来 但是经常是撤不准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 专制制度本身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从历史上看 那个皇帝都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一朝天子一朝臣 就是所谓的一个新军上来 要与民更死 经常是这样的 那个新军否定他爹的那个主张 这个都是屡见不显的事情 何况那些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 如果你说最初一两代 真的还可能有理想主义的那些凝聚力 那么到了现在 那基本上它是权力游戏了 谁也不把那个东西当一回事 那当然就是说翻脸就翻脸 所以概率非常大 赫鲁晓夫事件发生之后 特别是他的秘密报告 在当时对毛泽东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应该说是这个震动是有 但是毛泽东的早期反应是很高兴的 因为毛泽东他以前一直是老二 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老二 而且作为老二 虽然后来宣传他如何抵制史大林 那完全是宣传出来的了 史大林一直是对他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他一直不甘于做老二 一直是 实际上毛泽东唯一怕过的人就是史大林 所以 克鲁晓夫做了这个秘密报告 把史大林的地位一下子拉低了 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的 而且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一定要显示出 我比史大林更得人心 所以他马上会搞那个什么大明大放 搞那个什么北华齐放 就是搞什么整风 而且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最早的那些 中共方面的反应 一方面也是说 史大林的大方向 苏联的大方向 还是要肯定的 其实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说的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里头 也还是说 史大林为共产 为这个体制还是做了工作的 不能传播否定的什么 这些话他也说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讲了 那个什么 就是要扩大党内民主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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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 其实我们知道 它是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强调的就是整风 强调的就是什么 那几句话很有名啊 什么言者 就是什么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闻者 有着改之 无着加冕 言者 无罪 闻者 逐戒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到后面一个版本 就变成是什么 凡是错误的思想 凡是独潮 就不能让他们 自由泛滥 就应该批判 什么什么 就变成这个 他做过一次修改 包括那个反右 那个所谓的杨谋说 我觉得也是得分析的 毛泽东最早 让大家提意见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杨谋 因为他自己是一直认为 他应该比斯大林更得人心 他应该比斯大林的威望更高 更得人心 让大家提意见 也不会提出什么 什么尖锐的意见来 顶多提出一些主席 你要注意休息啊 之类的那种意见 而且他 我这样说的一个 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他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波兰事件 他就是主张苏联人让步的 反对苏联增加的 后来到了匈牙利事件 他就反过来了 那你说他在中国 搞这个是为了杨谋 他不可能把杨谋 搞到波兰去嘛 是吧 但是后来就有杨谋了 因为那个大明大放啊 一开始是在民主党派的报纸上 明放得很厉害 党报基本上是不动的 那个当时 因为当时是有 中国还是有民主党派的报纸的嘛 像文汇报 光明日报都是 光明日报就是民盟的报纸 文汇报也是 就在那些地方等 而且言论的尺度 还是比较受控制的 但是在反右的前两个月 突然有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中央级的报刊 从人民日报 一直到各省的党报 都集中刊待民放言论 而且都是最极端的民放言论 这个显然就是在 引蛇出动了 只不过它不是一开始 就引蛇出动 当然这段历史和我们 今天讨论的这个权力 跟地的看不准 这个还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个最直接的联系 是在之后了 就是三联资兰灾害之后 对吧 这个赫鲁晓夫 对毛泽东的震动 就非常大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认为 这个中共党内 是有赫鲁晓夫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在权力更替之后的 权力更替的话 那他肯定要考虑到 这个至少他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 不能被后来的权力 继承者所否定 这也是他对邓小平 不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 但是他后来没有想到之后 从他的选择接班人的角度来说 他是没有想到 对 之后的变化 对吧 是 所以这个从 这个测不准 不光是说 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 看不准 其实也测不准 就是权力更替之后的 这个时局 和各方力量的博弈 这个也是很难把握的 对 因为他的 因为他整个政权 或者是 这个一个党或者是一个权力 他也不是铁板一块 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裂缝和博弈 而且是 博弈是非常激烈的 甚至你无法判断 这个阵营和这个阵营 相互之间的人 因为他戴着面具 对吧 是有变化的 所以就每一次 政权的耕地 或者是 这个权力的博弈 非常尖锐的时候 就会出现高度测不准现象 是啊 这是这个历史的 一个常见的现象 对 但是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在创造历史的时候 每个人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的重心 是啊 应当发表符合民心的意见 对吧 符合社会和民族进步方向的声音 这个是决定历史方向的 很关键的因素 对 虽然测不准 测不准就说明有机遇 对 是啊 测不准这个概念 当然不是一个所谓的悲观 或者乐观的概念 而且测不准和那个价值判断 和我们的价值观 也是不矛盾的 正因为测不准 所以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是吧 如果能够测准 那我们就算命就是了 正是因为测不准 所以说每个人都可能在创造历史 对 好 谢谢秦桧老师 好 秦桧老师也在创造历史 我们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 谢谢 好 各位朋友 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今天的秦桧老师的演讲 就到此结束 好 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 各位朋友 请继续关注 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再见